这个男人是拯救了全世界的特级因子 却惨遭全人类的背叛 面对共联体议会长何谣对他的指控 假面提出了异议 何谣听到他的回答微微一笑 假面的反驳正中他的下怀 可接下来他的话令所有人都震惊了 我放弃特级英雄称号 英雄我已经当类了 这下何谣急了 假面可是全人类的战利天花吧 他愤怒地质问怎念 是在用这种态度来表达对议会的不满吗 假面慢慢地走下了审判台 我没有任何不满 只是感到了全所未有的轻松 何谣心里大为震惊 不该是这样的 难道你不该乖乖听命 做个默默支撑所有人类的 沉默的英雄吗 假面的态度出乎了何谣的意料 但他怎么会就这么放他离开 他愤怒地大吼 既然你连特级英雄的身份都放弃 那这一身实力 你也不应该保留 你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实力 全是共联体将大部分资源都倾注在你身上的原因 所以你离开这里可以 但必须在我们的面前放弃自己所有力量 假面是全世界唯一位14级英雄 也是唯一一个达到了10级以上的英雄 排名第二的何谣也仅仅只有9级 可就是这一身无人能敌的力量 假面却说放弃就放弃了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举起右手 一股强大的能量在他手中聚集 这股能量越来越庞大 整个议会厅都被这股力量充斥 旁边的议员们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就连排名第二的何谣 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才能抵抗住自己向他下跪的冲动 假面冷漠地看着在场的众人 既然你们想要 那我就还给你们 说着一道蓝色光柱冲天而起 瞬间就冲破了大楼 照亮了整片夜空 见到这一奇景的路人们不明否议 还以为又有王级怪兽将士了 赶紧跑去了避难所 而这道光柱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 假面的力量才全部散完 此时的何谣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失去了力量的假面 已经变成了普通人 只要他离开了这里 死期就已经不远了 可何谣却没想到 摘下面具的假面 再走到大门口的一瞬间 整个人就突然消失了 这个男人是全世界唯一一名特级英雄 却还是在巨大利益的去世之下 遭到了同伴们的背叛 前时他选择了英雄之路 却落了个悲惨殒命的结局 这一是当他再次面对分支任务的选择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怪兽之路 当他散尽了全身的力量之后 便被传送到了F级秘境 摘下面具的假面 露出了清秀的面庞 他的本名叫做肖秋 此时的他感慨万千 他已经快忘了F级秘境长什么样子 记得上次来这还是刚刚觉醒 成为职业者那伙 后来他进入的都是那种 不在限定时间内公路 就会降临现实危害人类的无极秘境 不是人类无法生存的炼狱 就是连一届怪物 都十分忌惮地星空彼岸 而面对的首领 更是一个个不可名状的魔神 肖秋看着眼前的状态 蓝陷入了沉思 他十分好奇怪兽之路的选择 最终归会导向怎样的结局 但他任务说明上写的 变成无血无泪的怪物 还令他隐隐有些期待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 他们是同样来攻略秘境的五人小队 小队队长看着肖秋赤手空拳 没带武器 还以为他是一名靠肉体力量的武术家 但其实肖秋自己都没考虑好选择什么职业 毕竟远程 近战 输出 魔法 肉搏 这些他都很擅长 而且人类现在很多职业路径都是他创造的 看着肖秋独自一人进入秘境 队长还以为他是对自己实力很有自信的高级职业者 最起码也是跟自己同样的三级 可肖秋却说自己只是一级 这话可惊呆了众人 一级觉醒者 可能连对武器的二级治疗者都打不错 来到这种三级秘境难道是来送死的吗 肖秋却沉声说道 放心 我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那名队长冷冷地对他说 既然你要找死 那我们也不拦着了 只是到时候遇到危险 可别指望我们会帮你 随后五人便不再理会肖秋 走进了秘境之中 作为人类站立天花板的肖秋 如今却散尽力量 重新回到了最初的一级 并被传送到了三级秘境之中 在这里他遭到了攻略小队的嘲讽 毕竟一级觉醒者来到这里 与送死无意 可肖秋面对嘲讽却毫不在乎 只说自己绝对不会妨碍他们攻略的 随后五人小队开始攻略秘境 他们实力不俗 配合默契 面对秘境中的一二级显怪 一切攻击都显得游人游人 这是一个女生走到了肖秋的身旁 她叫燕倩倩 是队伍里的二级治疗者 因为根本没人受伤 所以她与肖秋闲聊了起来 她叫肖秋不要怪刚刚队长说话中 毕竟像她这种新人 很容易就会触犯一些秘境中的错误 一不小心可是会死的 肖秋自然不会怪罪她 相反她还有些欣慰 因为比起从前 现在的职业者确实是进步了许多 听到肖秋的话 燕倩倩愣住 你年龄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说起话来 怎么和电视上那些共联体的大人物一样 不过你说的对 自从英雄假面开始推行 加强对职业者培训的政策之后 低级职业者的死亡率真的直线下降 也正因如此 现在人类之中 才能诞生出更多的优秀职业者 听到这话肖秋没有任何欣喜 整个人依旧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就在这时 一道锋利的爪子 就朝着燕倩倩刺来 燕倩倩毫无察觉 但肖秋反应极快 一把拉起了她 将她整个人护在了怀中 巨大的爪子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发出了轰的一声巨响 这是一只体型巨大 身上还泛着紫色荧光的暗影蜘蛛 看起来十分可怕 作为曾经的特级英雄 虽然现在肖秋仅有一级觉醒者的实力 但却丝毫不拒 她伸出左手准确地抓住了蜘蛛的腿部关节 这是暗影蜘蛛腿部最脆弱的地方 她用力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 直接将她的蜘蛛腿掰断了下来 接着她手握蜘蛛腿 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下就朝着暗影蜘蛛刺了过去 这一下直接精准地刺在了她的眼睛上 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位特级英雄 如今的肖秋虽然已经散尽了力量 重新变回了一级觉醒者 但以她丰富的经验 和出神入化的身体掌控力 还是瞬间就越级秒杀了暗影蜘蛛 此时刚刚还在嘲讽她的小队成员们全都傻眼了 燕倩倩也被突如其来的怪物吓到 还紧紧地抓着肖秋的衣服 已经没有危险了 可以松手了吗 我快被你勒死了 肖秋面无表情地说道 反应过来的燕倩倩 脸顿时就红了起来 她赶紧松开了手 害羞地捂着脸和肖秋道歉 不过肖秋并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看向了击杀怪物获得经验值的弹窗 看来选择了怪物之路 并没有对升级系统造成什么影响 升级系统可以让肖秋通过击杀怪物来升级 就是靠着这份能力 她前一世才能快速崛起为特敌英雄 如今凭借这个功能 和上一世的战斗经验 肖秋相信自己将会成长得更快 因为肖秋刚刚展现出的身手 小队队长对她的态度也变得和善了起来 并表示她救了燕倩倩 等到任务结束后的结算奖励 不会少了她那份的 随后小队继续攻略秘境 一路上的战斗都十分轻松 甚至还有时间讨论审判假面的事情 因为图克城的那场大屠杀 所有人都认为假面被审判是最有阴德 只是从来都没有人见过她面具下的样子 甚至有传言说她是个女性 这时燕倩倩却站了出来 只有她坚定地支持假面 还说图克城被屠杀 是因为有污染性的一模将农 将全城人都感染异化成了怪物 假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手的 但她说的这些也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就连小队中的队友都难以说服 这个话题很快就被队长制止 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了队中Boss房 Boss是一只巨型的蜘蛛首领 五人小队按照提前布置好的计划 对蜘蛛首领展开围攻 当然萧丘也参与了攻略 B级秘境的怪物几乎没有智力 只要配合得当 很快就能解决 果然在几人的默契配合下 小队毫发无上的便消灭了这只蜘蛛包 队长正在乐呵呵地商量怎么分配点力 可萧丘却觉得有些奇怪 他们说这是个三级秘境 可之前系统明明提示这是个四级秘境 正在这时 一阵哒哒的脚步声出现 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 竟然从洞穴深处走了出来 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 他竟然还戴着一个宇航头盔 队长心里一惊 大喊道 他才是秘境首领 你敢相信吗 这个戴着宇航头盔的JK妹子 竟然才是这里的秘境首领 小队的队长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怪物 正有些不知所措地思考着该怎么办 可一旁的长枪手却根本不管这些 他手持长枪 朝着那个秘境首领就忙了上去 这样明晃晃的直刺突击 按理说四级秘境的首领 应该是可以轻松躲过去的 可JK妹子硬生生地挨了这一枪 顿时鲜血飞溅 长枪手一脸的兴奋 转头跟大家说 这怪物挺弱的 说着他便想拔出长枪 再朝他刺下去 可就在他拔出长枪的一瞬间 JK妹子的腹部伤口口 却喷射出了一股手指粗的蛛丝 直接就将长枪手的双手给缠住 这下长枪手慌了 他想要摆脱蛛丝 可他却却缠越紧 队长清楚这么粗的蛛丝 是无法被物理攻击斩断的 所以他马上命令 术师妹子进行火焰攻击 术师妹子大手一挥 一道火焰就朝着JK妹子飞去 猛烈的火焰直接将他笼罩在了其中 队长趁机叫弓箭手去 将长枪手救回来 可冲上去的弓箭手 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火焰中的JK妹子 竟然在原本双腿的后方 又长出了六条腿 变成了如蜘蛛一样八条腿的怪物 就在所有人都还沉浸在震惊之中时 困住JK妹子的火焰已经熄灭 他伸出了其中一只筒 朝着还在被猪网纠缠的长枪手踢去 那看似于普通女孩无意的长筒 竟然直接洞穿了长枪手的胸口 长枪手顿时就没了生气 JK妹子甚至抬起腿 让他高高跳起 队长愤怒地紧咬牙关 这怪物实在太强了 可现在秘境出口 还要三个小时才能开启 他只能命令其他人且战且退 慢慢移动到秘境路口 一旦传送门开启立刻撤退 可JK妹子怎么会放他们走 他的腹部再次射出猪丝 这次的目标就是小队的队长 他的手臂立马就被猪丝缠绕住 弓箭守卫就队长 立马张弓搭剑 三根箭矢射向猪网 可却没有对猪网造成任何损伤 而弓箭手的整个身体 反而都被猪网缠住了 JK妹子操控猪网 将缠住弓箭手的猪网迅速拉紧 并且在他的腹部还出现了 如牙齿般的尖刺 在弓箭手的惨叫声中 那锋利的尖刺 这一幕令所有人都傻眼了 数十妹子无嘴发出了惊呼 烟茜茜更是慌张地捂住了眼睛 这下队长彻底被激怒了 就算被猪网缠住了右手 他依然举起了大剑 一剑就朝着JK猪女劈了下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作为三级箭是全力挥出的一击 却完全不能对这个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此时JK猪女收紧了猪丝 也想将队长拖进腹部的大嘴里 就算队长拼命抵抗 却依然难以对抗猪丝的庞大力量 这时萧丘突然冲了过来 现在要救你自能砍掉你的手 如果愿意就把剑给我 要命还是要手 队长稍微犹豫了一下 就把重剑扔给了萧丘 萧丘接住重剑 高高跃起 一剑就将队长被JK猪女缠住的手臂劈了下来 顿时鲜血飞剑 队长惊声发出了惨叫 萧丘扶着断臂的队长撤了下来 烟茜茜赶紧跑过来帮他止血治疗 可以一旁的术士妹子已经被吓傻了 他现在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他撒腿就朝着秘境入口跑去 正在给队长治疗的烟茜茜 奇怪地问萧丘不跑吗 萧丘却淡淡地说 跑不出去的 他是故意放跑那个人的 因为人类逃跑时所释放出的恐惧 能够让他吃得更开心 其他人没见过这种怪物 但萧丘却很清楚他们是什么 这些是所谓神选的孽畜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普通人的负面情绪 无论是恐惧 妒忌怨恨 都是他们口中的美味佳肴 他们是被虚空中的一神 所选中的怪物个体 在被一神赐服后 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以及人类尝试无法理解的诡异外表 但别说神选了 那些真正的一神萧丘也杀了不知道多少 但是他没想到 在力量全无的当下 初次进入秘境 系统竟然就给他安排神选怪物 就在这时 JK诸女腹部的口气中 突然喷射出了紫色的不明烟雾 烟茧茜见状 立马施展了驱毒术 却没想到 他释放的根本不是毒气 而是精神威压 可正当JK诸女走出烟雾 准备享受美食时 却猛然发现 一只头上长着双脚的怪物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当一个人变成怪物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在刚刚JK诸女本想释放精神威压 将这些闯入的人类全部压倒 然后再慢慢享用 可却没想到 在雾气中还有一个站立着的神音 那人正是萧丘 虽然他的力量没有了 但他的精神和灵魂依然是13级 而仅仅是四级神选的JK诸女 想用精神压倒 他简直就是一显天开 这精神威压不但对萧丘毫无影响 还帮助他开启了怪物状态 而且他还要感谢JK诸女 将其他人都猛晕了 不然他也没法认真的打一架 此时的萧丘 已经化身为头顶双脚的怪物 他的双眼冒着红光 整个人如同魔神将士一般 萧丘俯下身子 做出了一个标准的气跑姿势 下一秒 他的身影便消失了 但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 而是速度快到肉眼根本不可见 只见一道红色邪影闪过 接着JK诸女的身上 就迸发出了紫色的血液 当萧丘再次出现时 手上已经握着一截诸女的小腿了 萧丘将小腿一丢嘲讽地说道 除了太长之外 确实是一条好腿了 JK诸女恼羞成怒 一大波猪丝就朝着萧丘射了过来 可以萧丘现在的速度 他的珠网根本无法命运 但萧丘却轻松地又卸了他一条腿下来 就只有这么简单的招式吗 就神选来说你完全不及格呀 说着萧丘再次朝他冲了上去 一阵血色光影在猪女的周身环绕 还伴随着咔嚓咔嚓断裂手 很快猪女的七条腿全都被切了下来 仅仅剩下一条腿苦苦支撑着身体 这下猪女彻底害怕了 她知道面前这个恶魔 是自己根本无法战胜的 她独腿蹦跳着 转身想要逃离 可下一秒 咔嚓一声 她仅剩的独腿也被斩断 这下失去了所有腿的猪女 彻底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 萧丘慢慢地靠近了她 当你戏耍人类的时候 应该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吧 说着她抬起右脚 毫不犹豫地一脚踩爆了猪女的脑袋 系统弹窗跳出 刺激秘境 猪母孵化之潮攻略完成 任务奖励发放 猪魔之足 秘境攻略完成 幸存者自动传送出该秘境 这个男人是人类史上最强的特级英雄 如今却散尽所有力量 走上了怪兽之路 此时的萧丘 如魔神将士一般 一脚就踩爆了JK猪女的脑袋 秘境攻略完成 所有幸存者都被传送出了秘境 队长因为身受重伤 被紧急送去了医院 而燕倩倩和术士妹子因为没有受伤 就各种离开了 可令燕倩倩十分奇怪的是 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萧丘的身影 她有些担心萧丘该不会死在秘境了 就在这时 她突然发现站在不远处的那个人 不正是萧丘吗 原来 在从秘境出来后 萧丘就被系统传送到了大河城 她本想找个房子落脚 却没想到房价居然这么贵 一个普通的一居室 居然就要三千元一个月 上一世她的生活一直有专人照顾 所以她对钱和各种事情都没什么概念 现在更是身无分文 这时燕倩倩突然叫喊着萧丘的名字 朝她跑了过来 萧丘没有事令她很开心 当她听说萧丘没有地方住的时候 还主动让她暂住在自己家中 才知道她的父亲竟然是明军人 而且是一名武级的近战职业者 只是因为生命力损耗太严重 在退伍之后没多久便去世了 而她的母亲 也在生她妹妹时难产去世了 说话间 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出来了 她正是燕倩倩的妹妹千流 当得知姐姐竟然带了一个 刚认识的男人回来赞助 千流表现得十分不满 掉头就离开了 燕倩倩赶紧替妹妹解释 说她是有些怕生 而且今天是她从小到大崇拜的 假面大人的审判人 所以她的心情不是很好 萧丘也没想到 自己的粉丝还挺多 此时的网络上充斥着 各种关于假面的负面消息 有人说她害怕审判畏罪前逃了 也有人说她放弃力量 就是一场作秀 不然直播最后怎么会突然消失 这些话可把铁杆粉丝千流给气坏了 她立马愤怒地 对这些键盘侠发起还击 不光是网络上 电视上也在播放着 各种关于假面的新闻 但此时的萧丘完全没有理由 因为现在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干饭 常年在边境前线的她 吃得最多的 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各种怪兽肉 可是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正当萧丘炫到第四晚饭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了猛烈的敲门声 混蛋东西 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吗 信不信一把火把你们烧死 这个男人本是拯救了世界的特级英雄 如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还好燕倩倩收留了她 正当萧丘吞食着许久未吃过的美食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燕倩倩心里已经喊道不好 是凯江投资公司的人 燕倩倩赶紧跑去打开了大门 几名小混混模样的人站在门外 为首的名叫土景 原来这个凯江投资公司 一直想要买燕倩倩家的这个房子 但燕倩倩坚持不同意 因为之前还有燕倩倩所在的小队给她撑腰 可现在这几人一听说燕倩倩的小队几乎全军覆 连队长都身受重伤 土景就立马又跑来逼迫燕倩卖房 并且价格从之前的300万降为了10万 她妹妹千柳的病也花光了她的积蓄 所以她急需用钱 但这样的价格燕倩倩当然不会同意 土景刚想要继续威胁她 就看到萕倩倩从里面走了过来 土景还以为她是燕倩倩的男朋友 跑来给燕倩倩撑腰 土景一反常态的热情伸出了手 亲切地和她打着招呼 萕倩没有说什么 也伸出了右手 可这时燕倩倩却大喊 小心 土景是精神方面的术士 但此时土景已经握住了萕倩的手 她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是她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只要她能入侵成功 对方的脑袋就会像脆弱的豆腐一样裂开 不过她今天的心情不错 她决定就把萕丘弄成脑顿档 躺上的十天半个月就好了 但很快她就发现也不对劲 平时一瞬间就到了 可今天是怎么回事 土景环顾一望无地的四周 一个恐怖的想法涌上了她的心头 难道这里就是她的精神世界 土景被震惊得无以复加 一个人类怎么可能拥有这种程度的精神 她缓过神来想要逃离这里 可面前那如同潮水般的精神力量 瞬间就将她整个人都淹没了 而当她慢慢沉入这片精神海洋的海底 猛然发现 一双散发着无比恐怖气息的双眼 正在死死地盯着她 怪物啊 被恐惧包围的土景 尸声尖叫着 这个男人的精神力量有多恐怖 就如同一片浩瀚的海洋一般 瞬间就将闯入的土景给淹没了 此时土景整个人突然倒在了地上 无论旁边的同伴怎么叫她都没有反应 旁边的烟茄茄十分无语 觉得她是看威胁没用 现在改讹诈了吗 和土景一同过来的小混混 见状就想要和萧丘动手 给土景抱着 却被另一名叫宰者的拦住 动动脑子吧 土景都这样了 难不成你比土景还要厉害 能将土景一下机晕在地 她的实力肯定更强 甚至有可能是三级精神职业者 随后那个名叫宰者的小混混 扶起了昏倒的土景 在撂下一句狠话之后 灰溜溜地离开了 烟茄茄这才反应过来 问萧丘 土景的昏倒是不是她做的 萧丘淡淡地说 是也不是 你可以认为是她自找的 因为萧丘压根都没打算出手 是那家伙自己非要 跑进她的精神世界的 通过燕茄茄的诉说 萧丘才知道 这伙人在四年前 她爸爸去世没多久 就突然以开发投资的名义 要来收购这栋房子 甚至在趁燕茄茄不在时 恐吓她妹妹 当时还是他们小队的宋队长出面 才赶走了这些人 之后他们也就不敢再闹出 什么太大的动力 但燕茄茄没想到 宋队长才刚出事 他们就立马又找上门来了 萧丘有些奇怪 他们都是军人后代 按理来说 应该在政府中都有优待才对啊 这条政策 还是当初萧丘一手推动过 可燕茄茄却摇了摇头 如果政府真的有优待的话 这帮人还会三番五次的登门吗 比起优待我们 还是像凯江投资公司 这样能带来财富的更值得优待 听到燕茄茄的话 萧丘沉默了 晚饭后 萧丘和燕茄茄一起洗碗 燕茄茄问她之后有什么打算 是准备加入其他队伍攻略秘境吗 萧丘点了点头 也问她有什么打算 燕茄茄其实是非常希望 宋队长能赶快苏醒的 因为秘境里的队伍和队伍之间下黑手 队内黑吃黑的情况应有尽容 想再找一个靠谱的队伍实在太难了 不过燕茄茄也对萧丘说 只要自己能找到可靠的队伍 肯定会推荐她加入的 萧丘点了点头 但她非常清楚 自从自己踏上怪物之路那刻起 就没有谁还能和怪物并肩作战 就在这时 一个弹窗突然出现 讨伐任务企业者长郎 四级化镜 任务要求独自一人讨伐该秘境 剩余准备时间12小时 这个男人曾是拯救了全世界的特级英雄 如今却走上了怪物之路 此时系统发布了新的任务 独自讨伐四级秘境 企业者长郎 萧丘通过系统自带的传送门 绕过了官方申请和检测 直接来到了这个秘境 这次的秘境与上次的煽动不同 整体都是欧洲中世纪的风格 没走多远 萧丘便看到了几座面目猙獰的实像 他一眼就认出来 这些并不是普通的实像 而是实像鬼 他们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 看起来只是寻常的雕塑百件 待到有人经过时 才会骤然露出凶猛的兽性 果然下一秒 这群实像的眼珠突然变红 面露凶光 实像鬼这种魔物 皮糙肉厚 还有天然的魔法抗体 不管是物理职业还是魔法职业 对付他们都挺头疼的 但很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萧丘 面对两只朝他奔袭而来的实像鬼 萧丘丝毫不惧 下一秒 他就从人类化身为令人打寒的怪物 面对飞来的实像鬼 他一手抓住一只实像鬼的脑袋 砰的一声将它们撞在一起 两只实像鬼的脑袋瞬间便被撞碎 萧丘没有再理会 头也不回地继续向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萧丘就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 这里有着厚厚的浓雾 让人看不清前面的情况 当走进了萧丘才发现 浓雾后面竟然躲藏着数十只实像鬼 此时他们双目通红 已经全部被触发了 可萧丘却满不在乎地朝他们勾了勾手指 你们一起上吧 面对这样的挑衅 实像鬼们嘶吼着就朝萧丘冲了过来 他们飞在半空中将萧丘围在中间 准备轮流朝他发起攻击 但萧丘可没心情被动挨打 他猛然蹲下双腿发力 直接冲到了半空中 一拳打出 锋利的爪子瞬间穿透了实像鬼的脖子 将一只想要偷袭他的实像鬼的手臂斩了下来 面对这群实像鬼 萧丘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几个喘息之间便被全部团灭 这只攻略秘境的怪物简直太恐怖 喘息之间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这群实像鬼 他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最后一只实像鬼的背后 伸手抓住了他的双翼 实像鬼转头看到萧丘 罕见地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这让萧丘有些奇怪 你在害怕吗 我记得实像鬼是不具备感情的吧 下一秒萧丘双手发力 鲜血飞溅 他竟然就这样生生将那只实像鬼撕成了两脑 所有的实像鬼都被消灭 萧丘的身后却传来轰的一声 众物落地的声音 落下来的正是秘境中的Boss 历史实像鬼 他不同于普通实像鬼那样长着凶恶的面 反而有着人类一般的躯体和样貌 但这样的样貌 只会令萧丘想要杀了他的欲望更加强烈 萧丘朝着实像鬼Boss就冲了过去 Boss也紧握长枪 朝萧丘冲了过来 不久之后 一只大脚踹开了Boss房的弹幕 一只攻略秘境的四人小队走了进来 可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似乎发生过剧烈打斗的样子 大家都十分惊讶 这个秘境才出现不到12个小时 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第一个进入的小坡 而且秘境管理局的人也和他们说过 在他们进来之前 秘境入口一直都是被封闭的状态 这是旁边一个队员声音有些颤抖的大喊 好像在我们进来之前 这里来了一个不得了的家伙 因为他发现地上断成两半的石像 纹路是参差不齐的 如果是被利器砍成两半 纹路应该是整齐的才对 所以他怀疑 这个石像鬼是被连像一块破布一样 硬生生撕开的 这话令队长十分吃惊 用手撕开的 怎么可能 这时另一名队员也满脸震惊的 指向了不远处 只见在高处的石柱上 有着一个庞大的身影 这个身影正是那只与萧丘对战的石像鬼吧 那具残破的石像身体 被死死地定在了石柱之上 这个男人曾是拯救了全人类的特级英雄 却在意外重生后走上了怪物之路 虽然他失去了之前那无人可匹敌的力量 但怪兽之路令他每次完成系统指定的任务之后 都可以额外获得增加身体强度的奖励 只是他一次次地通过系统传送进入秘境攻略 令秘境检测局的人十分抓狂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七支队伍向他们反映 在进入秘境后 发现已经被前人攻略一空 半个怪物都没有了 最关键的是 他们到现在竟然一点线索都没有找 完全不知道那人或者队伍是如何绕过局里的检测的 下面有人小声地说 秘境被攻略不是好事吗 反正那些早晚都是要被人清理的 他这话却招来了局长的痛骂 你懂什么 如果未登记者进入秘境只是消灭魔物 那没有问题 但如果有人故意涉负在秘境中 埋伏讨伐队呢 这些心生的一辈不懂 但局长却经历过检测局未建立时的野蛮年代 当时进入秘境 伤亡最大的原因并不是与各种魔物的对抗 而是自己人手上那把包 随后局长拿起桌上的资料进行分析 根据几次被潜入秘境的等级 他猜测潜入者的个人实力 应该在四级巅峰或者五级 而且他猜测潜入者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因为从现在死去的那些魔物身上的破坏痕迹来看 应该是同一人所谓 既然如此 那他在一个人扫荡了那么多秘境之后 所获得的战利品肯定不会每遍都能用到 所以局长传令下去 严密监视室内及周边地区的职业者交易市场 看看有没有人最近脱手了 符合这七处秘境所产出的战利品 不出他们所料 萧丘此时就在室内的职业者交易市场 看着老板递钱过来使脸上洋溢着的笑容 萧丘立马明白 自己的东西大概是又卖的便宜了 不过也无所谓 本身那些从秘境中得到的材料 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只要完成系统的任务 就可以不断地变强 现在有了这些钱 应该抵得了在烟欠欠家租住的费用 萧丘正想着 却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他仔细一看 那个正在卖东西的不正是烟欠欠吗 这个女孩太惨了 为了妹妹的医药费 他只能拿出父亲最后的遗物出来变白 这把父亲的配刀虽然救了底 但当年却斩杀过无数魔物 父亲去世后他也经常拿出来做保养 所以还是很锋利的 可店家却说他的刀只能当废品回收了 最多只啃出三千五百块 店家虽然嘴上说是废品 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 这把刀的材料里有断镜子 这可是在极少的秘境中 才能得到的珍惜材料 只要将那把刀里的断镜子提炼出来 他瞬间就能赚好几万 正在燕倩倩拿着刀犹豫不决之时 萧丘却走了过来 他没有多想 开口就对燕倩倩说这把刀他要了 这下店家可不干了 这到手的鸭子咋还能飞了 刚想跟萧丘理论理论 却没想到 萧丘直接将刚卖东西给来的几万块钱 全部递给了燕倩倩 这让后面的店家顿时傻眼了 随后萧丘拿到了这把飞鸭 但燕倩倩却从萧丘给他的一打钱中 数出了一千五百块 剩下的都怀给了萧丘 他表示萧丘救了他不止一次 所以他只能收这么多 但却被萧丘拒绝了 叫他当作这段时间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而且萧丘也说 这把刀院不止他认知中的那么简单 甚至他的价值可能远远超出了这几万块钱 听到萧丘这么说 燕倩倩勉强收下了钱 并表示希望萧丘能善待飞鸭 毕竟这是他父亲留给他和妹妹的最后一件东西 如果不是因为妹妹的医药费 他是绝技不会出售的 萧丘询问燕倩倩他的妹妹得了什么病 燕倩倩说是因为那次的大重者事件 那是一只在城市中肆虐的十级魔兽 当时不管是城市中的军队 还是职业英雄 在那个魔物面前都几乎是瞬间被消灭 于是登记在侧的职业者们和退役军员 都加入到了战斗中 正是靠着那些人的牺牲 普通人才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燕倩倩的父亲也是在那场事件中丧生 最后仅仅在现场清理出了费鸭 大重者最致命的地方 是他所散播出的致命辐射 凡是靠近大会者的普通人 都在辐射的瞬间变成了一滩血肉浓水 而燕倩倩的妹妹牵流 是被最边缘的辐射笼罩住了双腿 如今他必须要定期接受高阶职业者的治疗 否则就会导致辐射蔓延 最后变为一滩血水 那只大重者萧丘还有印象 当时还是把萧丘从最前线调回来以后 才被他一拳解决掉的 不过萧丘记得在这次时间之后 还是假面的他 安排联邦政府拨款了大笔资金 保证每个受灾者的生命安全 但燕倩倩却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另一边 独自在家中 与辱骂假面的键盘侠对线的牵流 却突然听到大门传来了十分急促的敲门声 这样的声音根本不像是姐姐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是凯疆投资公司的人 这帮男人太可恶了 竟然上门欺负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子 千柳拿起院子里的木剑 想要拦住这帮凯疆投资公司的人 却遭到了为首那名卡拉米的嘲讽 小残废 你是想拿那把玩具一样的木刀拦住我吗 这话把千柳气了个半死 他抄起木剑大喝一声 朝着面前的卡拉米劈了过去 只是虽然气势是有了 但是他不但没有劈到人 反而从轮椅跌落了下来 千柳趴在地上紧咬着牙关 不甘心地一遍变骂着混蛋 那名卡拉米走上前来 一脚踩住了他的木剑 满脸嘲讽地笑道 想要扛我吗 我就站在这儿 你个小残废你砍得到吗 千柳虽有万分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大卡拉米吩咐手下在院子里送 看萧丘和燕倩倩在不在家 尤其要找到萧丘 让他知道知道得罪凯疆公司的下场 小卡拉米们在房间里一顿破坏翻找 把每个房间都缩遍了 让他们俩到时候自投罗网 但他手下的小卡拉米却有些害怕了 这可是绑架 要是闹大的话就完蛋了 大卡拉米一想也对 可是就这样离开 没法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了 但随后他心里便有了好主意 他将一把车钥匙递别手下 叫他那辆灌车里等着 等到他们回来了 就开车冲进院子里 他露出了一脸奸诈的笑容 这只是一场车辆失控造成的小小意外 车上装的也都是些 从垃圾桶里搜集来的小小礼物 毕竟我们可是守法公民啊 随后他便带着手下们 在一片笑声中离开了这个院子 一道惊雷落下 倾盆大雨席卷而来 萧丘和燕倩倩俩人冒着大雨跑回了家 可一到家门口 燕倩倩就惊呆了 院里的大门敞开着 千柳摔倒在地上 轮椅也翻在了一旁 这个女人背弃的浑身发动 她回到家中看到自己的妹妹 居然就这样倒在雨中 燕倩倩赶紧朝妹妹跑过去 妹妹千柳咬牙切齿地说 是凯将投资的那群红蛋杆的 燕倩倩叫她先进屋再说 随后她叫萧丘帮忙把千柳推进屋 自己则去收院子里的东西 萧丘推着千柳就要进屋 身后却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她转头一看 一辆大货车撞破了院子里的石墙 还将翻斗里的垃圾都倒了下来 垃圾正好都倒在了院里的燕倩倩身上 燕倩倩脸色铁青 逼着头一言不发 开车的卡拉米间笑得大喊着 这不是燕大小姐的家吗 我怎么把这里当垃圾场了 真是不好意思 反正正好现在下大雨了 你就站在雨里好好洗洗吧 这只是我们凯将公司 给你们送的第一个理由 说完那名卡拉米便开着车扬长而去 只留下了一片狼藉 千柳健壮 就想要冲过去看看姐姐有没有事 可她的轮椅却被萧丘死死地抓住了 萧丘淡淡地说 让她自己待着吧 你过去的话 只会让她更加难过 燕倩倩沉默不语的 一个人静止走回了屋内 虽然她坚强地让自己没有哭出声来 但泪水已经混合着雨水飙了出来 大雨还在持续地下个不停 屋檐下的千柳低头难闷着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她转头看向萧丘 你能告诉我吗 告诉我 这世界究竟有正义吗 萧丘淡淡地回答道 从来都没有过 那至少公平是该有的吧 那些大人物们不都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世界吗 千柳问道 你想要的公平 都是不公们所虚构的 萧丘伸出手掌抓住千柳手中的目的 就连淋在所有人身上的这场雨也是不公的 她下给起活的苦命人 也下给不义的人 这个世界是不义的 所以下在这不义世间的雨 也是不义的 话音刚落 萧丘画长为拳 一拳打碎了千柳的木剑 千柳啊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也不知道是在哭被打断的木剑 还是在哭萧丘画中的绝望 萧丘天抬头看着落下的雨水淡淡地说 你知道吗 在我的眼中 你们家的事情很无聊 不过是随处可见的可怜与接着的可怜 我对你们两人所遭遇的麻烦 和遇到的不公没有任何兴趣去掺和 我的精力明明应该放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才对 可偏偏麻烦总是自己找上门来 实在让人头疼 说着萧丘走出了屋檐 千柳问她要去哪里 萧丘面无表情地说道 去解决他们 千柳震惊不已 海江公司手下打手众多 萧丘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她宠萧丘大喊 你不是觉得我们家的事很无聊吗 你不是怕麻烦吗 那就不要去 去了你就完了 萧丘并没有停下脚步 她一把抽出刚从燕倩倩那里买来的飞丫 确实麻烦 确实无聊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这是萧丘重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想杀人的同意 只因凯江投资公司的人 在萧丘和燕倩倩不在家时再次找上了门 不但将家里搞得一片狼藉 甚至还让人撞破了墙壁 将一车垃圾倒了进来 萧丘手握着飞丫来到了 凯江投资公司大楼的门口 整栋大楼金币辉煌 不知道是吃了多少人家的人血满头 萧丘的出现 很快遭到了门口保安的注意 特么大 又是来闹事的 偏偏要在我当班的时候来搞事 两名保安立刻朝萧丘走了过去 质问他怎么敢来这里闹事 呵斥着让他把武器收回去 但萧丘却根本不想跟他们吹话 静止继续向里面走去 其中一名保安刚想说些什么 声音却戛然而止 下一秒 一阵血雾爆开 两个保安在一瞬间就碎裂成了数块 散落在了地上 旁边的人们立刻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萧丘却头也不回他 继续朝着大厦里面走去 这时系统突然跳出任务 血迹磨刀 任务要求 用飞鸦消灭一切有敌意的生物 任务奖励 飞鸦将会用鲜血完成一次进化 萧丘面无表情地看着系统面板 无论有没有这个任务 他今天都是打算大开杀戒的 收到警报 数名凯将公司豢养的大手 都手持长剑走了出来 为首的男人警告手下来者不善 叫他们都谨慎一点 这帮打手经验松果 训练有素 并没有盲目冲锋 而是先将萧丘包围了起来 然后在同时发起突袭 但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面对的人 是曾经唯一的特级英雄 是全人类的战力天花板 虽然如今他的力量不足之前的十之一二 但对付这帮卡拉米还是绰绰有余 萧丘一个闪身就躲过了 第一个人屁来的一剑 接着抬起飞鸭 挡住了第二人的袭击 电光火时间 萧丘挥舞手中的飞鸭 一左一右两剑滑出 瞬间就将他们的向上头颅斩下 这个男人太强了 居然敢孤身闯入打手云集的 凯将投资公司老巢 还随手就将两名打手的头颅斩了下来 此时的萧丘已经杀红了眼 一个眼神就让身后想要偷袭的打手 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可萧丘却没停手 他抓住那人的手艺 一刀斩了下去 接着他一个撩刀 自下而上砍了过去 可只听咔嚓一声 刀刃似乎卡在了骨头 旁边的另一名打手 见到如此大好的机会 趁机持刀就朝着萧丘的背后劈了骨 谁知萧丘却直接松开了刀 转身一拳砸在了那人的胸膛上 一阵鲜血飞溅 巨大的力量瞬间就将他的身体击穿 他到此也想不明白 萧丘明明是使用武器的职业主 可为什么拳头比肉体系还要强 解决掉那名打手 萧丘将飞鸭拔了出来 打手们再也没有勇气冲上了 一个个都四散逃走了 去烟嵌嵌家里捣乱的李荣奇 正跟旁边的两名手下炫耀着 他表示老城区那两姐妹的宝 应该很快就能拿下了 旁边的黄毛不停地说着恭维的话 这是一名手下惊慌地跑来报告 说有人杀上门来了 在大厅大开杀戒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 李荣奇有些惊讶 海江的人做事从来都是找准目标才会下手 断然不会招惹高级职业者才对啊 他立刻带着身边的两人打算下去看看 刚走到楼梯口 他们就听到一个男人声音颤抖着球楼 然而下一秒 一阵刀光闪过 那人瞬间倒了下去 萧丘一脸的阴沉 缓缓地从楼梯走了上来 李荣奇几人都有些被萧丘的手段震惊到了 不过很快李荣奇便生力那人的喊道 怕什么 我们可是四级职业者 哪个放到外面不是独当一面的角色 李荣奇手握巨斧 是战士系职业者 黄毛张开手掌 一块块冰晶出现 他是冰系魔法职业者 最后一个绿衣服的打手手持双枪 是远程枪械职业者 此时他们也认出来 萧丘就是出现在燕倩倩家的男人了 只是他们没想到萧丘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悍 萧丘看着他们淡淡地说道 三个四级职业者 那还保持人类姿态 就太不方便了 他将手中的飞压制除 打在了开关上 整个走廊里顿时黑了下来 仨人不懂萧丘这事想要干什么 还以为萧丘想要趁黑偷袭他们 但如果是这样 他们却丝毫不决 因为双枪难拥有夜视的技能 可当他发动技能 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 头顶双脚的怪物 他的双眼冒着红光 整个人就如同魔神将士一般 这个男人曾是拯救人类的特级英雄 如今却走上了怪物之路 面对三名四级职业者的围攻 萧丘瞬间化身头顶双脚的怪物 黑暗中 手持双枪的男人 使用夜视技能率先发掘不对劲 立马抬起双枪想要射击 可那怪物却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他仅仅只能看见一道残影 下一秒 只听哭斥一声 鲜血飞溅 飞压刺入了他的胸膛 在黑暗中的李荣起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却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还以为双枪难受了伤 却没想到他已经被瞬间秒杀了 这时大楼外发出风的一声巨响 一道惊雷劈下 窗外的闪电照亮了大楼 只见一个头顶双脚 满身杀气的怪物 正举刀向下劈来 李荣起赶紧横举大幅 勉强挡下了这下攻击 他内心一阵后怕 要是反应慢一点点 这一刀下去他就没命了 另一边的黄毛通过闪电 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他大手一挥发动技能冰箭术 一颗巨大的冰晶瞬间出现 朝着萧丘就射了过去 化身怪物的萧丘 紧紧抬起左手 就拦下了射来的冰晶 他随手一捏 冰晶便瞬间碎裂 萧丘回头看向了黄毛 血红的双眼间 流露出了骇人的杀气 只听扑斥一声 血花飞溅 李荣起心里一惊 还在思考这是什么声音 一道闪电再次照亮了楼内 他惊讶地看见 黄毛的脑袋 已经被捏在了萧丘的手里 李荣起的嘴里一句脏话刚刚飙出 一阵高光就在他的面前划过 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盒 下一秒 鲜血飙出 他的脑袋顿时飞了出去 萧丘却头也不回地 继续向前走去 后面的几名卡拉米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却趁着窗外的闪电 看到了一个如同魔神将士般浑身杀气的怪物 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他们还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 那名怪物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前 只听咔咔咔几声 几名卡拉米瞬间就被解决 整整齐齐地倒在了地上 这个男人简直太逆天 三名四级职业者来不及有任何的反抗 便被化身成怪物的萧丘全部秒杀 萧丘没有任何停留 继续朝着大楼顶部走去 这时一个声音却突然传来 一个手持常见的男人 站在楼梯上拦住了萧丘 萧丘秀了秀 立马就发现这个男人居然是六级职业者 那个男人也在观察着面前的萧丘 魔物吗 不对 没有魔物的癫狂感 难道是变化系的职业者 也不是 变化系职业者变出的魔物 是不会像他这样沾有魔物气息的 这让男人有些兴奋 像他这样介于人类与魔物之间的东西 放眼全世界也是第一次发现 把他卖出去的话 就完全能够弥补他造成的损失了 这样新奇的发现 绝对能让那些在尝试融合人类与魔物 以期望获得新生的大人物们满意的 男人率先发起进攻 一瞬间消失在了萧丘眼前 只留下一道残影 下一秒 一道剑影就朝着萧丘的头部起来 但萧丘反应迅速 直接歪头躲了过去 男人一击失败却微微一笑 不愧是人形魔物 反应速度就是快 不过我也已经摸清你的极限了 话音刚落 男人就以极快的速度向萧丘发起了攻击 他的初见速度极快 有些攻击被萧丘挡下 可绝大数的攻击都打在了他的身上 没一会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就都出现了剑痕 男人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真是生命力如蟑螂一样顽强的魔物啊 不过这一击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说话间 男人以极快的速度 一剑朝着萧丘的胸口刺去 萧丘的反应也是异常的迅速 闪身跳到一旁躲过了这一剑 可男人却露出阴险的笑容 你上当了 他熟练地从衣袖里甩出一把手枪 巨大的火光瞬间笼罩了萧丘的头部 男人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我这一招从未失手过 这么近的距离 轰掉半张脸都绰绰有余 可谁知 等烟雾散去 萧丘的整个脑袋却依然是完好无损 男人震惊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个男人简直太卑鄙 居然在与萧丘对决时 掏出了一把手枪偷袭 在这么近的情况 一枪下去 萧丘甚至可能被直接轰掉半张脸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萧丘居然毫发无损 那个男人都惊呆了 这么近的距离下 没道理可以躲开的呀 除非他知道自己会放冷枪 萧丘当然十分清楚 因为这个男人使用的剑术 细剑一时九时 就是他为细剑职业专门设计的 不但简单易学 练习到高深处更有百般变化 萧丘冷冷地质问道 这套剑术在被我创造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立下了只能用于正义的规计 难道你在学习的时候不知道吗 男人听到这话却咧嘴一笑 你这个怪物疯了吗 在胡说什么呀 这明明是假面创造出的招式 而且消灭像你这样的魔物 不就是正义吗 我是魔物 或许吧 不过那么多的家庭 因为你而家破人亡 难道这也是正义的吗 萧丘质问道 男人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要来复仇 还是要为了那些住户们出头 但有件事情你这只魔物必须知道 人类社会是不停发展的 凡是阻碍这个世界向前的东西 就是罪了 就是不易 随后他将手中长剑指萧丘笑道 而我 永远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这种正义 是你这种魔物所不理解的 说着他直接就朝着萧丘冲了过来 萧丘淡淡说了句 原来如此 这就是你的正义 他的身体丝毫没有多闪 背后却长出了类似于蜘蛛脚的尖刺 男人还没来得及思考这是什么东西 便直接被一根尖刺刺穿了肩膀 紧接着萧丘背后的巴掌骑出 直直朝着男人刺了过去 鲜血顿时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男人被死死地钉在了墙壁上 他咬牙问萧丘究竟是什么怪物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我的身份吗 说着他一箭挥出 顿时鲜血飞溅 这个男人有多留病 独自一人闯入凯江投资公司 不但杀光了里面所有的员工 就连身为六级职业者的老大 都被他直接给钉在了墙上 做完这一切的萧丘却没有逃跑 而是主动从凯江大厦走了出来束手就擒 他被关进了城防军的专属监狱 城防军的将司令看着里面的人影有些头痛 萧丘对自己袭击开奖投资公司一事共认委会 却闭口不提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除了姓名以外 其他的一概不知 无论是出生证明 购物信息 还是出行证据 都查不到任何信息 萧丘就仿佛一个彻底躲过了政府监察的幽灵女 他们在通过排查走访后 发现一名叫做燕倩倩的女性与萧丘有联系 而当他们找到燕倩倩时 没想到秘境监测局的人也在找她 监测局最近在追查一个可以绕过监测局 直接进入秘境的秘境小偷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这个人也是萧丘 而且他们还了解到 这次萧丘之所以会前往凯浆投资大开杀戒 也是听闻了凯浆投资意图 恶意收购燕倩倩与妹妹居所的BP后 财账一出手子 这是一个声音从江司令的背后传出 还真是有血性的杖剑行侠呀 走进来的正是亚瑟局长 江司令是七级职业者 而亚瑟局长也有六级 俩人已经称得上是大和市最强战力了 他们准备进去亲自审问萧丘 根据萧丘犯下的罪行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直接被判处死刑 要么就是被编入赎罪营 派往最惨烈牺牲率最高的退魔前线 只要杀掉足够多的魔物 就能赎掉身上的罪果 重新回到人类世界 但其实大部分罪犯都会死在第一场战役 而想要回来至少需要面对一百场 萧丘沉生说道 原来对你们而言 在退魔前线战斗是一种刑罚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按照萧丘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 就算有再多反人类的罪行 应该也被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其实江司令和亚瑟局长 都曾驻守过退魔前线 江司令甚至在假面的手下战斗过 只是那时的他 也只能远远地跟随在那位的身后 看着他们的背影 俩人审问了半天 除了知道了萧丘曾在退魔前线待过以外 其他的他依旧不肯交代 没有办法俩人便打算 把他移送到联邦首府 这个男人在将凯将公司彻底灭掉后 却主动束手就擒 只因他知道大会者即将转生 大会者是天灾级的魔物 几年前他并没有彻底死亡 在72小时后他将卷土重来 系统要求萧丘消灭新的大会者 其实不用系统提示 萧丘也知道大会者将会卷土重来 因为这是上一世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 当时他刚被审判没多久 大会者就找到了一名 从今被感染的职业者作为妇女 重新降世 大会者就像野草一般 只要留下半点感染在 就会积蓄力量春风吹又升 而刚刚审判完被押送去前线的萧丘 又立刻像牛马一般任劳任怨的 来解决大和事的危机 虽然大会者还没来得及造成太大的危害 就被他一拳轰碎了 但萧丘依旧遭到了一堆口诛抵法 人们指责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赶到场 为什么大会者上一次出现没有处理干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中 上一世的萧丘不得不再次站出来 在全体民众面前又一次接受审判 致歉 但这一世 世间再也没有叫做假面的英雄 而只有名叫萧丘的怪物 所以那些人的死活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此时在审讯室外 亚瑟局长问江司令 怎么看待萧丘说自己曾去过退魔前线的事情 江司令说他在退魔前线上 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在这种年纪就有如此实力 江司令猜测萧丘绝对不是单一职业者 应该是双修甚至同时修炼着更多的职业体系道路 亚瑟局长淡淡地说 这就是天才吗 别人穷极一生钻研一条道路 都无法触碰到六级职业者的边缘 而他却顶着这么年轻的脸 就将六级职业者的脑袋割下 江司令却略带气愤地说道 就算是天才 也是一个蠢货天才 为了凯将公司这样的垃圾搭上自己的一手 何其不至 如何审判他就由联邦的人去决断吧 联邦不缺这样一个天才 亚瑟局长陈生说道 是啊 毕竟这里可是连假面都可以被审判的联邦 与之相比 这样一个小小的天才又有什么不能审判呢 此时的联邦政府首都 新城中 议会长何瑶正带着议员们讨论萧丘的案子 其中一名议员 义正言辞地要将萧丘这种杀人狂魔当众处决以警效应 但其实凯将公司可是他的摇钱术 他安插在其他地方的代理人们可都看了 如果这次无法用围挺手段惩治这些挑衅的人 以后那些走狗科就不会那么忠心地为他做事了 不过最后何瑶还是决定将萧丘发配到赎罪营 送往退魔前线 随后何瑶愤怒地指责所有人 为什么这么久了依旧没有贾面的消息 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千辛万苦寻找的人 他的资料正摆在自己的桌子上 这个男人曾是拯救了全人类的特敌英雄 却在被逼得散尽全身力量后 消失在了审判席上 此时联邦政府的议会中 其他议员都劝议会长何瑶萧萧起 贾面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 现在根本不足为据 何瑶却愤怒地大吼着 没有力量那他是怎么眼睁睁地 从审判席上瞬间消失的 旁边一位议员表示 当时贾面散去自身力量时 所有人都有感觉到 就算他还剩下那么一点点力量 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而且经过他们持之以恒地 给民众灌输思想 现在支持贾面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就算他真要发起复仇 也没有什么人会站在他那边的 话虽如此 但是何瑶却的只要贾面 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那就代表着未知的威胁 而且此时的何瑶 明面上虽然已经是拥有着 整个联邦至高无上权力的议会长 但其实当时为了 以压倒性的局面 驱逐那个碍眼的贾面 他割让了诸多利益和权力 给了在座的议员们 无论如何 何瑶表示 所有人必须全力找到贾面 将他控制住 随后议会进入下一项议题 议员看着手中的资料会报道 退魔前线和许多高级秘境的压制 有些松懈 魔物具现化的事件 以上个月增长了32% 是自联邦建立以来 第一次出现增长 何瑶不由得有些头痛 没有了贾面这群家伙 什么都做不了了吗 才只是一个月就坚持不住了吗 一位议员表示 我们当时是不是将贾面逼迫得太过分了 其实就算让他继续当那个名义上的救世主 也没什么关系吧 何瑶听到这话脸色顿时就阴沉了下来 你是在质疑我们集体的决议吗 没有贾面难道我们联邦就活不下去了吗 诸位是不是太不自信了 随后何瑶提议 抽调城防军中的精锐 投入到这些出现漏洞的地方 但另一名议员却不是很赞同 城防军是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 贸然抽调的话恐怕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旁边的一位议员打断了 你话说的那么好听 其实是因为舍不得在城防军上获得的利润吧 全联邦那么多城防军 都有你们家族的企业供给装备 缩编城防军简直就是要了你的老命吧 最后何瑶制止了他们的争讨 拍板决定抽调城防军填补其他地方的缺口 毕竟城防军是负责的防备秘境中的魔物具现化 和天灾级魔物的 但这些都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城防军的缩编势在必行 随后他拿起了手边萧丘的档案 表示这个人要尽快送来首都 正好杀鸡锦猴 走上怪物之路的男主有多流鼻 一气之下竟然杀光了整个凯将公司的所有人 但面对之后赶到的联邦城防军 萧丘却没有任何反抗的束手就擒了 燕倩倩和千柳被送出了政府大楼 经过调查这件事与他们没关系 只要在之后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就好 千柳阴沉着脸问身后的城防军女兵 要他们做什么证人 女兵表示 当然是指控那名穷凶极恶的犯人 这可是在全联邦范围内都引起关注的大案 到时候肯定要你们两个出庭的 千柳低着头问道 为什么他是穷凶极恶 他明明是在惩罚那些该死的渣子 那些渣子们迫害了不知多少人 让他们家破人亡 如果说穷凶极恶 他们才是穷凶极恶的最终极 这时城防军的江司令听到他的话走过来 那些人的确每个人都是该杀之人 但就算他们应该被千刀万管 也是该由我们去审判 而不是私自去裁决 千柳毫不示弱地问他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审判 江司令低头对他说 就算太阳的光线也有游弱到强 世界上总还是有光暂时驱散不走的黑暗 千柳不罢休地继续问他 所以我们就要忍受这股黑暗 难道我们连反抗那黑暗都不行吗 江司令站在他的面前说道 你们私自反抗就是不义的 千柳愤怒不已地朝他吼吧 如果连反抗都是不对的 那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 燕倩倩在旁边有些心疼地看着妹妹 她经历过太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已经没有办法像妹妹那样放声大喊了 在发泄了一通之后 千柳镇定了下来 叫燕倩倩带他回家 看着俩人离去的背影 江司令感叹道 如果这小姑娘能站起来就好了 虽然说愤怒是无能的表现 但这何尝不是力量的来源 是最高等级的 回到家里后 千柳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她的脑海里不停回荡着 刚刚将司令说的那句话 嘴里默默念叨着 如果世界上有太阳所暂时照耀不到的地方 那么就由我去照亮 她的双脚用力 那双因为大会者辐射而残废的双腿 居然颤抖着支撑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如果太阳永远照耀不到黑暗的角落 那太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你敢相信吗 这个因为大会者辐射导致双腿残废的女孩 此刻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她一脸阴沉地走出了房间 刚好碰到了姐姐燕倩倩 燕倩倩见状十分吃惊 还没反应过来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柳就抬起了右手 露出一脸阴郁 姐 快跑 下一秒 千柳抬起了右手就化作了一条条如知干般的触手 朝着燕倩倩袭去 而此时的城防军大楼会议室中 各位军官正在为城防军一下子抽掉三分之一的人而不停暴怒 江司令却突然感受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了窗外 是大会者的气息 旁边的军官们听到这话都被吓了一条 您感觉出错了吧 大会者早就已经被假面消灭了呀 江司令没有跟他们废话 一拳就打碎了玻璃 并宣布启动应急军事预案 疏散大河市人口 接着他便纵身一跃 直接从打破的窗口跳了下去 此时的大河市中心 一座路边的花坛中 许多花朵含苞待放 风一吹 整座花坛的花朵都争相恐后地开了花 蜜蜂迫不及待地飞来采蜜 可就在他的腿接触到那些花时 花朵竟然在他的腿上长了出来 不只是腿部 翅膀上 眼睛上 竟然都长出了花朵 旁边的人拍了拍还在赏花的男人 告诉他绿灯了 可以过去了 可谁知 那个男人一转头 竟然露出了恐怖的面目 绿色的藤蔓和红色的花朵 从他的眼睛 鼻子 嘴巴等 各个部位长了出来 拍他的男人都吓傻了 大喊着怪物啊 但下一秒 一阵风吹过 花瓣落在了他的身上 那个男人的身体瞬间就被溶解 化成了无数花瓣 不只是他 所有接触到花瓣的人都难逃厄运 最后无数的花瓣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满是人脸的巨型球体 许多被污染的人类 服装已经被藤蔓填充 头上还长出了一颗巨型花瓣 你敢相信吗 所有接触到这红色花朵的人类 竟然瞬间被他同化 与他融为了一体 就在所有人都惊慌逃窜之时 一位手持重剑的男人 却朝着怪物冲了过去 是战士职业者出现了 人们都开心地以为得救了 那名战士冲上前去 一剑劈出 巨大的刀光涌现 直接将那花瓣形成的球体 劈成了两半 他十分臭屁地大喊着 这种魔物对上本大眼 根本就是找死 可谁知下一秒 他的手臂就被污染 同样长出了树枝般的触手 人们都震惊了 不是已经把怪物杀了吗 怎么会 旁边的另一名战士剑装 声音颤抖的大喊 这感染辐射形成的绿色光芒 不会错的 却是大会者 此时呈防军的人 也赶到了事发地的上空 一名军官看着下面的场景 对江司令说道 这应该不是大会者重新出现 被大会者辐射感染的人 会在眨眼间腐烂 但他们既没有腐烂 或者化为浓水 而是变成了人体花 江司令带着手下落在了楼顶 人体花 很贴切的名字 但不要用固有的常识 去看待魔物 魔物的进化 一遍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随后他下令封锁街道路口 不要让人体花继续蔓延 也要注意不要用身体接触人体花 他们具有极强的感染性 手下们接到命令 立刻四散冲了出去 整个市中心这时候 已经乱成了一锅中 人体花到处吞噬人类 人们到处逃窜 此时将司令出现了 他叫人们都趴下 接着深深吸了一大口气 随后一道炙热的火焰轰的一声 从他的口中喷波而出 火焰越过了人们的头顶 直直朝着那些人体花灼烧而去 一瞬间整条街道上的人体花 就被燃烧带停 然而获救的人们 还没来得及高兴 被灼烧后的灰烬落下 那人瞬间便被污染 下一秒整个人 就变成了一颗人体花 将司令看到这一幕满眼的震惊 竟然连灰烬也有大会者的感染 你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怪物 任何接触到他的人类 都会被侵蚀 变成极其诡异的人体花 没一会整个大河湿的中心 就被人体花占据 变成了一片绿色地狱 因为燃烧后飘散的一小块灰烬 也会使人类感染 城防军将司令告知 手下要放弃使用一切火系的力量 尽量不要让这些人体花的 任何不电飞散出去 这时秘境监测局的亚瑟局长也赶来了 看着眼前碧玉般的场景 他忙问将司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将司令沉声说道 如你所见 灾难降临了 随后他转头向亚瑟问道 你是经历过上次大会者事件的人 这里出现的气息 到底是不是大会者卷土重来了 这气息确实是大会者没头 亚瑟局长奇怪的是 他怎么可能会卷土重来 将司令解释说 这是因为他的不死性 极少数的魔物拥有这种特性 就算被人消灭了 但其实也只是表象而已 在自然界中有种叫做灯塔水母的生物 它在成年后会重新回到幼年体状态 并且可以无限重复这一过程 是理论上可以长生不老的生物 但不死性也是相对的 只要将魔物留下来的媒介完全铲除的话 再顽强的魔物也必死无疑 大会者不但是天灾魔物 还拥有这种不死特性 应该是之前遗留下来的辐射 成为了他重新复活的媒介 而且这次他变得更加诡异了 辐射可以像一些污染性极高的魔神般 令人产生异点 听完这话的亚瑟局长 勃然大怒 大骂那群人真是该死的蠢虫 原来当年假面在消灭了大会者后 曾经叮嘱过处理此事的官员 要切实治疗好每个人身上的辐射 彻底清除大会者 在大河市留下的所有痕迹 他们当场答应了好好的 甚至立下了军令状保证 可在假面离开后 那群人就将他的嘱咐抛在了脑后 不光没有在清理大会者遗留下的麻烦 还将剥复下来的救助款 跌流瘫末 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认真执行假面的命连 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亚瑟局长气愤不已 将司令没有纠结于过去的事情 而是问亚瑟 监测局能检测到哪里的能量波动最为强烈 直接定位大会者所在的地方吗 听到这话亚瑟局长大为震惊 难道你是要一个人去解决大会者吗 这太危险了 大会者可是十级的天灾级魔物啊 江司令却说 他能感觉到大和室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十级魔物 就连八九级的都没有 所以他推测大会者只是新生的状态 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的时候 现在正是消灭他的最好时机 这个男人是城防军的司令官 作为整个城市中目前的最高占领 他决定孤身前去消灭大会者 虽然大会者是十级的天灾级魔物 而他却仅仅是七级职业者 但江司令能感觉到大会者目前应该是新生阶段 现在是消灭他的最好时机 此时大和室再次出现天灾级魔物的消息 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许多见到了魔物的幸存者 还将人体化的诡异图片发到了网络上 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慌 更何况现在已经没有了一拳就能消灭大会者的假面 但随后另一条消息便给全体人类打了一针强心剂 大和室城防军司令官单枪匹马杀入了魔物巢中 江司令作为七级强者 那些魔物的藤蔓完全追不上他的动作 很快他就来到了被魔物侵蚀的中心地带 监测局传来消息 这里就是能量波动最为剧烈的地方 果然 江司令在一处被大量藤蔓紧紧包裹的一幢大楼 发现了一个人影 而且他惊讶地发现上面的那个人 他几个小时前还见过 那个站在花瓣顶端 身披着墨绿色盔甲的女人 正是曾经因为大会者的辐射失去双腿的牵扭 江司令看到这阵势冷哼了一声 装神弄鬼 以为披上了一层看似神圣的表象就能让人顶礼膜拜了吗 你这种东西我见得够多了 曾经就有一些魔物会刻意模仿地球上一些自古就有的宗教异象 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哄骗到了不少人 以为真的是神明给世人降下了惩罚 有些狂热信徒别说反抗了 甚至会心甘情愿地引颈带路 此时亚瑟局长也给江司令传来消息 根据能量层级的反应 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转身后的大会者 江司令接到信息 表示明白 随后他抬头对千柳说道 没有想到才仅仅几个小时没见 你就变成了现在这富贵样子 一只眼睛已经变为花朵的千柳却露出了笑容 怎么样 后悔吗 后悔当时没有将轮椅上的你宰杀 说着江司令的整个身体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这股能量迅速聚集 直直朝着站在花瓣上的千柳射了过去 一瞬间 千柳就被削掉了半个脑袋 可诡异的是竟然没有一滴血流出来 江司令眉头一皱 难道攻击对他没有效果吗 下一秒 千柳被毁坏的脑袋上便爬出了无数藤蔓 很快他的脑袋便被修复得完好如初了 这个女人简直太变态 明明被打得只剩下半边脸了 可下一秒 却又恢复如初了 坐在飞机上直播的记者都傻眼了 为什么他还没有死 这就是魔物吗 江司令心里也是一惊 竟然是超速再生 但随后他目光如炬 将全身的能量全都集中在了拳头上 那这样你还承受得住吗 说着江司令一拳挥出 六道能量轰的一声射了出去 直接击中了魔化的千柳 他的头部 手臂 腹部各处都被一瞬间摧毁 可就算是这样的攻击也完全无法让他消灭 他身体里的藤蔓再次生长 很快就将被损坏的部位修复了 千柳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所谓能够驱散黑暗的阳光 最多也就只有这点程度吗 此时的江司令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连忙后退 落在了一处楼顶上 可谁知千柳的声音却从他的身后传了过来 你的速度仅仅只有这样吗 江司令有些震惊 难道他的速度比我还快 千柳出现在了他的背后笑着说道 想要靠着这点力量就大言不惭的要驱散黑暗 真是令人发笑 绿色藤蔓一瞬间就将江司令包围 在他的身旁不断缠绕 千柳继续说道 苦苦等待着你们去驱散黑暗的受苦人 只怕还没等到你们就已经冤死了 在空中拍摄的记者看得最清楚 千柳根本不是速度快 而是他一瞬间就和其他职务交换了位置 这时在总空室的亚瑟局长叫江司令赶紧撤回来 因为他知道江司令根本无法战胜千柳 只要其他的人体花还没有解决 他就是不会被杀死的 必须要触动大规模武器 将这一整天地区都湮灭 可现在的情况下 江司令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体花包围了 想要撤退根本不可能 他将自己的披风脱下 整齐的叠好放在一旁 还伸手抚摸了一下上面的勋章 千柳咧嘴一笑 很聪明 知道现在无论怎么都是跑不掉了 只是你现在的样子 就是所谓的困兽游斗吗 此刻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在江司令的身上不断聚集着 不 这是我的向死而生 这个男人不断地聚集着身体里的能量 直到这股能量通过天际 将他整个人全部吞噬 正在直播的记者都傻眼了 江司令这是使用力量过度导致自杀了吗 亚瑟局长却咬牙说道 这不是过在自杀 而是燃烧生命提升等级的极限释放 他朝着对讲机里面失态的大喊 江司令 你是疯了吗 可此时江司令的耳机也已经碎裂 极限释放是将全身力量维持在 过在崩溃的极限边缘 寻求力量的最大化 一旦力量解放到极限 就算是7级职业者也可以达到8级的程度 但因为全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 细胞都在过在崩溃的边缘 所以在极限解放后 职业者轻则变成浑身病痛的普通人 重则直接瘫痪 但江司令已经步步的没想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消灭大会者 保护大和氏市民 千柳却朝他大喊 没用的 我只要动一动念头 就可以瞬间转移 可谁知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股力量直接撕碎 千柳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江司令的拳头 居然已经快过了他的思考速度 此时江司令也不好受 他的身体不断被感染 然后他身上环绕的雷电又将感染杀死 全身上下每一块皮肤都仿佛被撕扯下来在铁上 简直就是永无止境的痛苦循环 记者看到千柳被击穿十分的兴奋 不停的赞美着江司令 但在总空室的亚瑟局长 却十分清楚大会者并没有被击杀 因为能量波动并没有消失 峰值反而一直在提升 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了 江司令他找到的根本就不是大会者 古希腊传说中 有一名叫做安太俄斯的大地巨人 传说他只要站在大地上就是不可战胜了 他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大地上获取力量 这只变异了的大会者 便是魔物中的安太俄斯 在大河室内存在着上万名被同化者 全都是他的力量来源 不把他们全部消灭 就根本无法将大会者也消灭 他是一也是万 这个男人为了消灭大会者 阻止天灾及魔物 竟然发动了极限释放 将自己的力量维持在崩溃的边缘 寻求力量的最大化 江司令你断绝未来的代表 将实力强行提升到了八级职业者的强度 千柳看着眼前的江司令说道 原来人类职业者通过燃烧自己 居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吗 曾几何时 我也幻想着成为你这样的强者 可以仗剑走天涯 有这种力量 为什么却不用来驱散你口中的黑暗 为什么要看着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黑暗中沉沦 为什么要看着他们死在黑暗中 在一生生的质问中 千柳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庞大 无数的人体花聚集交织在一起 为他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身体 原本人体花的疯涨很快就已经触及到了人类在周围设立的隔离区 可就在士兵们觉得已经要顶不住了的时候 那些人体花却突然退下了 他们不再向四周扩散 而是开始向中间收缩 士兵们本以为是劫后余生 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危险在抖着他们 人体花不断地向中心点聚集 他们越长越高 直到攀到几十米的高度 比许多大楼还要高时 人体花却发出了碰的一声 伴随着绿色的光芒散发 那无数的人体花竟然化身成为了千类的模样 在主控室中 人们发现大会者的能量在不断增长 很快就已经到达了最高的红色秘境能量等级了 亚瑟局长看着眼前的屏幕已经傻眼了 这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了 它已经变成了九地偏灾 大和事完蛋了 这时的江司令站在大楼的顶端 他看着已经变得无比庞大的千类桌头 你问为什么 因为这该死的事都 透支力量令江司令此时的模样变得十分猛 他凝聚全身的力量 汇聚出了一道红色的闪电 而在这该死的世道中 死去从不新鲜 活着当然也没有行 说着江司令操控着红色闪电朝着千类擠去 这个因为辐射化身为魔物的女人 随意地抬起手掌 便抵挡住了江司令发起的这权力一击 但江司令燃烧了精血 令自己的实力无限趋近于八级职业者的实力 他的红色闪电瞬间就将千类伸出的右臂劈开 电视中转播的这一幕 极大增强了全体人类的信心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千类被劈开的右臂化作了无数道藤蔓 藤蔓直接将操控着红色闪电的江司令包裹在了其中 千类沉声说道 既然活着没有心意 那你就和这该死的世道一起去死吧 说着那树跟藤蔓再次化为千类的实力 将江司令抓在了手掌中 只听扑斥一声 血花飞溅 江司令化为了无数花瓣 千类随意地摊开手掌 便由着花瓣四处飘散 江司令的能量消失了 全体人类都傻眼了 这时人们再次想起了假面 但他已经宣布不再当英雄 而且也已经一个月都没有他的任何动静 网络上也全都是关于联邦政府赶跑了假面的讨论 而被所有人类念叨着的假面 不对 是萧秋 他此时正在被关在大河市的监狱中 联邦议会中 议会长和姚愤怒地一拍桌子 平日里说的比谁都好听 轮到他们牺牲了就个个的都贪生怕死了是吧 说什么怪物能力诡异 需要等一个半小时机器人马在行动 等一个半小时 整个大河市都被天灾以为平地了 全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懦夫 何姚在台上臭骂 下面的议员们全都默不作声 这时一位议员突然说道 所以当初对假面就不要做得太不无情 这一句话直接令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何姚也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身旁的一位议员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何一掌要是不想让大河市整体毁灭的话 就用何武器吧 只需要一枚小当量的冲击波弹 就可以将天灾魔物消灭 这话一出 刚刚还默不作声的议员们纷纷表示是个好种子 反正使用和武器的罪名也不需要他们来 议员们七嘴八舌地劝说 就如同恶魔的地狱一般笼罩在何姚的耳边 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 一名议员突然传来了最新消息 好像有什么东西去了大河市现场 何姚激动地问道 是我们派去的英雄职业者吗 在与现场沟通的那名议员 表情突然变得无比惊慌 他们说好像是人形吧 不不 不不